上午十點一到 工作人員開始發放號碼牌 長長的人潮 讓工作人員的手完全沒停過 一張一張發 估計至少要發上千張 撕開留一張 撕開留一點 為了搶這一波元宵商機 這位頭香哥徹夜排隊 大半夜就來卡位 因為上一次錯過韓市長 就職典禮的愛河夜市 這次絕不錯過 希望能中千 賺大錢 你是幾點來排的 兩點多 另外這位大哥 雖然晚了一點才來排隊 但是釋出人海戰術 新家代券 連四個月大的龍鳳雙胞胎 一家五口總動員 一起來排隊 這次是全家大小都一起來 是啊 這樣子可以增加中千率 那看小朋友 能不能幫我帶來一點好運 當然在寒流中崛起的熟面孔 杏仁哥 香腸哥 也都來搶商機 雖然這一次120個攤位 擺攤時間從二月九號到十七號 九天的時間 要收兩萬元的清潔費 和兩萬元的保證金 但還是覺得划算啦 擺攤的時間啊 其實是在元宵節之前就會結束 你覺得這個商機還是OK嗎 還是OK啦 我們寒流的魅力 一定會不減 相信我 會讓大家跌破眼鏡的 元宵單位 再搭上寒流熱潮 來排隊抽籤的攤商 都希望可以得到老天眷顧 能不能大賺一波 就看這命運一抽 是否能榜上有名 記者黃旬 王家慶高雄報導